记者姚介修桃园机场报道,耶旦限定旋转木马现身桃机,随着耶旦节加节一步一步接近,桃园机场已经开始洋溢着欢乐文型的过节气氛,出国旅客在出境之际也可以体会让民众近距离感受耶旦节独特魅力。 QN恒常免税商店延续多年与旅客欢度耶旦的传统,继上月底于机场第一航下一楼大厅陈列近10米高的雪白色耶旦树装置后,更在第二航下创新放置耶旦限定,让爱战动旋转木马。 4米高6米宽的大型旋转木马树立于二航下出境大厅,搭配欢乐文型的耶旦音乐,吸引国内外旅客目光,事成期间极有不少旅客打卡抢拍,留下出境前的美好回忆。 D,木马巨大拆装的工程就耗时三天,不过耶旦旋转木马并非限定小朋友,小朋友出国可以在机场体会旋转木马的魅力。 大朋友也可以借着搭乘旋转木马一同年,今天就有很多国外年轻朋友看到木马,抢着搭乘非常开心。 秋季期间,深恒昌不仅率先于桃园机场举办耶旦公益音乐会庆祝活动,更配合今年让爱战动主题。 首度将梦幻同学又充满过节欢乐氛围的大型旋转木马搬到机场,让旅客抢先免费搭乘体验。 不仅让亲子旅客为之疯狂,更吸引不少年轻旅客拍照录影打卡信念,成为机场最防最潮的IG打卡热点。 耶旦限定旋转木马即日起至2018年1月5日每日11点到16点提供旅客免费搭乘。 这期间计划出国的旅客千万不要错过这期间限定的耶旦装置。 除了大型耶旦装置吸引旅客目光,耶旦节期间,升恒昌免税商店也将于北周南三的四个主要机场举办梦想音乐盒,让爱转动音乐盒,DIY活动,旅客于活动当天消费不限金额,即可至爱新手作区制作音乐盒,并写下对唐宝宝的祝福小卡。 在由升恒昌统一募集将旅客的爱与关怀借由音乐盒送到唐宝宝手上,升恒昌更认购了近千份唐市政基金会手工香造,赠送给所有参与手工音乐盒制作的旅客们,感谢他。 们对公益的参与也希望借此号召更多旅客加入。